好的 教大家一个我发明的快速找到正确我拍的方法 首先我把我的食指拇指伸出来 把它们放在一个平面内 然后呢 用我的食指指根的侧面和我拇指中间的侧面 把球拍两个最宽的面给钳住 因为羽毛球两个最宽的面都叫发力面 当我们能用食指和拇指指跟支撑这个发力面的时候 我们的角度就已经对了 接下来我的后三指落位把球拍拿住 那我们球拍就已经不会乱动了 我的食指拇指再放松 做到一个食指在上拇指在下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管手的大小 把脚的粗细 用这个方法都是可以的 因为正好这个角度呢 虎口也能自然流空 那么我们哪怕躺在床上不用眼睛看 我现在只需要用这两个指头一钳 我就能知道 我现在捏着感觉是两个窄面 那这个握拍的角度一定不对 那我让球拍转一点呢 嗯 我感觉还不是两个宽面 说明现在握的是什么 两个斜面 那我让球拍再转一点 很明显的感受到 现在我食指拇指前处的位置是两个最宽的面 那我只需要抓住球拍 这个时候的角度不用想 肯定是对的 还有多少朋友不知道 其实羽毛球上手发力用的是半拳式的握拍 那么我呢找了很多素材 来看一下职业选手在发力时使用的握拍及旋转发力 其实半拳式的握拍就是食指在上 但是大拇指呢 紧贴我们的中指 虎口紧紧的贴住球拍 食指的第一指根处发力 而且发力时 球拍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松 那么手指的松紧 在发力时是点到为止的 那么我们所学的 拇指和食指捏在这个球拍的两侧 这样的握拍呢 是一个准备动作的握拍 虎口空的目的 也是为了更加的方便我们正反手的切换 那么一旦进入到我们需要正手发力的时候 我们就要从我们的准备握拍变成半拳式 就像我们从准备的握拍中变成反手握拍一样 如果我找了这么多素材 大家还不相信的话 那我只能说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 照苟去 在家中堂球技心中掌 好的 我们首先从一个准备动作 食指拇指捏两侧的握拍 到完成架拍 准备开始上手大发力击球 那么我们在击球的一瞬间 就要把这个球拍 开始向半拳式去进行引导 届时呢 我们的食指第一指根处 会和我们的大拇指呢 形成一个杠杆 那么这样打球呢 我们旋转如果充分的话 那么会冲击到我们虎口的位置 如果旋转不充分呢 会冲击到我们大拇指 如果大家感觉 在空中准备击球的一瞬间 去把这个握拍呢 从一个准备姿势的握拍 变成半拳式的握拍 感到很难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什么 当这个上手球出来 我们直接就把它拿成一个 半拳式的握拍 也完全没有问题 好的 我后面会附上手部细节 那么现在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这些职业运动员 哪些是直接就拿半拳式 哪些是由发力过程中 变成半拳式的 但是不管是提前变好 还是说我在机的过程中去变 如果想要打出边甩 那就必须得是一个半拳式 或者拳式 我知道很多朋友 在学球的过程中 只学了一个准备动作 并没有学 发力的那一瞬间 握拍应该是什么样的 素材 我给到大家 如果还是不相信的话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 照苟几月 我们手上的过程呢 就是从一个准备动作 我们准备发力 变成一个半拳式的握拍 完成机球 人在家中堂 球技心中长 大家看一下 这两种握拍 有什么不同 首先 握拍角度的虎口 我们从哪找呢 食指拇指 把它合成一条缝 那么这条缝 对准拍框 这是球友朋友们 非常喜欢的一个握拍角度 但是它不对 它不是通用的位置的 发力型握拍 那正常的呢 是我们要把这条缝 对准拍框的内侧 那我们来看一看 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因为很多球友朋友问我 我就是喜欢这么拿拍 难道不行吗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者之间 到底有什么区别 首先 我先用很多球友朋友 喜欢的 虎口对准拍框的握拍 首先我的直观感受 就是我的肘很疼 因为握拍的原因 我没有办法让 小臂的内旋出现 因为一内旋就消了 那所以说呢 我会有很多拍打式的 发力在里面 那由于没有大臂 带动小臂呢 那我自然就轮发力 而且我的肘很疼 那现在我把角度 稍稍地调配一下 虎口来到对准拍框 内侧的位置 那现在 我就可以充分地利用 大臂带动小臂来击球了 而且在被动球处理上 也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 我用刚才的这种 虎口对准拍框的 错误过拍 在一个被动的位置 我只能通过什么 压手腕 才能把这个球给打过去 因为我的大臂和小臂 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打弯的 这儿弯不了 那只有手腕能弯 所以我们被动球处理不了 还压弯 那如果我落拍的角度正确 我就可以利用大臂 带动小臂的时机 让大臂早早地去甩动小臂 而在一个比较深厚的位置 看到没有 打到这个球 那如果 我现在用一个标准的 发力动作 却用这种 错误的虎口 对准拍框的握拍 我只要一内拳小臂 这个球就会消 所以说 大家遇到肘疼 温大臂 被动球处理不了 或者你老打撕的情况 会不会就是因为 握拍就差了这一毫米 人在家中堂 球技心终长 这个握拍和机球点就匹配上了 哎呦我天 哎停停停停 又来了 你多大呀 你咋练反手高远球 啊 几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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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确实应该学了 四年级就应该会了 来 你平时打反手球 一般是顶在斜冷上的 斜冷是什么位置啊 是打你侧身位球的 也就是他是应该在这片区域 那现在这个球发出来 是不是特别高 已经过了你了 你都已经有点觉得 球赢在你前面的感觉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顶在这个位置上的话 你看 基本上一击这个拍面就是朝外的 你想撅过来很难 都撅不正 那这个时候你就得明白 反手不同的位置就要对应不同的我拍 知道吗 身前的球 这球如果在我前面 我就应该大拇指顶着正面 如果你想想你这时候顶着这 你怎么使劲啊 对不对 好 这个球来到侧面了 你那么站 你那么拿盘就没有问题了 我就可以顶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是刚好可以帮 刚刚没有击球打正 对不对 这球就出去了 现在这个球赢到你后面 应该变成什么样 你捏在两个窄边上 因为这个球赢越过你了 球到了你后边 你为了避免你顶在斜面 你看拍面 拐不进来 怎么办 哎捏在两个窄边上 那这个球在你前面 不就可以打到界内去了吗 明白了吗 不同的位置对应不同的我拍 来 挥速太慢了 没甩动感 甩 对去甩小臂啊 这个好 再来一个 哎 好的 漂亮 这个 这什么东西啊 反手滑板 你什么时候都学了教练的 仙云诀 人在家中堂 球技心中长 很多朋友在学滑拍的时候 他们都觉着把这个握拍呢 往苍蝇拍方向转一点 更有利于去打出这个滑拍的效果 哎 很容易就消了 听的声音非常好听 可是 大家不要忘了 如果说这个球不在您前点的 这个球在您的高点的 绝手弯 所以呢 就有很多朋友 一旦陷入一点点被动的时候 这个滑拍呢 就压根压不下去 或者根本就掉不成 来 这球就直往上飞 因为一个动作就能看出这个动作的区别在哪里 比如说 我用虎口对准拍框内侧 这是我们的标准握拍 也是滑拍的握拍 我明显是可以通过大臂带动小臂的时机 把球给压住的 对不对 我球拍接收到球的时候 是向下的 一个细节就能看懂 苍蝇拍在这个点行不行 如果现在我的球拍往苍蝇拍去转 现在拍面对的可是向上哦 你无论怎么滑这个球都只会往上飞 因为拍面 现在是对的上边 所以说 用苍蝇拍 打滑拍掉是一个弯路 身前是什么位置 杀球的位置 而批掉和滑拍 跟哪个技术是相互呼应做隐蔽性的 一定要清楚 是跟高远球 也就是说 我直线的高远球 用什么样的击球点 也就是说 我斜线的滑拍 就应该用什么样的击球点 来 倒不是说前点不能打滑拍调 是这样一个高点的滑拍调能把一个调球的价值 发挥到最高 因为前点我们可以用沙球和滑拍杀来组合 不要做球拍转换 不要做球拍转 你来不及 你看看 接这种接杀训练的时候 你不要光这边用反手接 这边又换成正手接 来不及 太快了 这种时候 我们就统一用反手握拍 大拇指 顶在这个球拍的 看到没有 这个斜面上 顶住这个位置 能接侧身位的 这个接杀就可以了 然后追身呢 我也可以用反手来接 对不对 反手是最活跃的 我们可以接追身球 反手直接接 正手 本身我们用正手 也不是用撅手腕的方式去接球的 对不对 我们的发力都是用手腕 像做拧瓶盖一样的动作 我们可以不用小臂 去做多大的旋转 我们就用手腕 手臂带动手腕来发力 对吧 我就可以让这个动作很短途很快 而且不用做球拍转换了 你看 我这个球在这个位置 我既可以挡网 我又可以发力 这不都是反手握拍吗 那我就没有在球拍转换的问题了 来了后场球 大拇指一收 啪不就已经 又可以打正手球了吗 对不对 就是我的拍 就是横着 看到没有 你这样拍子 就不会把这球打得太高了 你别老想这么打 你这不还是绝手腕吗 就是手心朝下 看 看没有 让手腕这个方向走 拧瓶盖吗 我变都没事 反正就是反手动作 对 来 大拇指你要顶着 切到你想象一下 来准备 我先杀你反手怎么办 你不能换拍的动作接正手 懂吗 对 就这个动作 就这个握拍接正手 不要去用胳膊 就这一下 你们也看 王品墨看好了 就手臂都不往前回 你等球过来 你不要拿手臂自己去往前找 听到没有 那样动得更慢 而且这杀球怎么可能会到不了你那个位置呢 对 这教练是给你打的慢而已啊 不要看到你引拍 直接一抓手腕就行了 对 手腕直接往前 直接往前 你现在是接杀球 是借力发力的球 你不用去做引拍动作 你只要把这个拍伸出去 肯定这个力就够了 哎 很好 你动作快一点 哎 对了 对了 对不对 不用做 不用变拍 好 tej fix 对了 对了 col元 可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